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怡君老师以存在心理学为核心 然后跟我们介绍当中的 孤独 自由 死亡跟无意义 这四个人生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课题 不要以为怡君老师只会上课滔滔讲 我们在底下呼呼睡 他会透过各种的活动 例如消除讨论或者是卡牌 影片 然后甚至是角色扮演 丧礼的举行 让我们了解到这四个主题里面的内容 在这当中我们会述说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会述说自己的生命故事 所以同学之间彼此就更加交心 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支持 在课程结束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不舍 从中我也整理了自己的过去 那更知道说如何写下更精彩的未来生命故事 谢谢大家 我是小鱼 生命的定义为何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 思索意义的价值与内涵 面对未来此刻的我们该如何前进 孤独的感受是什么 在逃避与享受孤独的片刻 自己与自己的内在对话 会是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 此刻的你 身心是自由的吗 什么是所谓真正的自由 或许超越你的想象 探索此刻的你 发现束缚 明白真正的自由 死亡是结束 亦或是起点 这是从人类出生以来 就在迎接跟准备的课题 人们总是害怕未知 同时也对他充满好奇 探索与面对死亡的课题 你准备好了吗 一直以为孤独离自己好遥远 但其实孤独却离自己好近好近 而且它深深地影响到自己的人生 却不知道这样的状态 只是过去都完全没有真心 吃过这个议题跟这个课题 和由课程的学习 慢慢地了解这样的状态 也跟自己真实的自己相遇 孤独是人生非常重要的朋友 不要害怕精神上和空间上的独处 要随时和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接触 和对话 诚称地欢迎你来认识孤独 并学习独处的能力 相信我 你一定会爱上孤独的 自由 除了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行动自由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整体身心灵能够自由 若是身心都被看不见的枷锁捆绑 那活着的应该只剩一个干枯的躯壳 所谓不自由 无灵死 可见自由是何其重要 大家好 我是小红 有关自由这个主题呢 我觉察到要从上课中老师提到的 要常常的检视我们自己限制性的观念 常常以前觉得应该这样啊 必须这样啊 不可以这样啊 不能这样啊 不知道啊 我发现 透过自由这个主题呢 我们就可以自由的选择 鼓励自己落实在生活中 样样都不需要 应该也不是必须 都可以自由选择 我选择了不再讨好 勉强的人际关系 我选择了 享受一个人的自由行 然后我学会了在孤独中自由的创作 有时候呢 谢谢打油诗 做做手作 拍拍摄影 还有谢谢书法 画画缠绕画 样样都很自由 谢谢 谢谢 人出生原本一无所有 是因为有什么才开始有所限制 限制源于当下前进的选择 但因为人的有限 所以选择后的结果 所承担的是黑与白的感受 自由相对是责任 也许选择的结果会卡住 但若我们可以勇于面对 是生而为人负责任的态度 您是生死 了解了生与死 更让我知道了 死神就在我身边 让我了解了生命的无常 通过课程 让我更能掌握生命的意义 如实的存在 我没有特别惧怕死亡 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很轻的时候 就经历过父母先后离世 那我一直相信 妈妈会在天上等我 将来有一天 我也到了那个地方 也会等待其他至亲好友的到来 我从来没有想太多的人生意义 也不觉得需要活很长 我只想每天过好每一天 这样我就不会有遗憾 生命的意义 对我来说是被尊重 被肯定 看到问题 困难时 找出解决的办法 平安克服 这是对生命的一种负责 但如果是要被别人肯定以尊重 那得先自我内在的探索 跟自我结厂 谢谢 回顾这十年来去参加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课程和活动 例如舞台剧表演 舞蹈 都是未曾接触过的 过程中会紧张焦虑 担忱会不会在塔上出糗 很有压力 是不是要放弃呢 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为难自己 觉察到内心纠结 最后仍然去面对 去完成 发现去体验 就有所感受及学习 不论结果如何 是挫折 是成就 都会累积在自己的生命故事中 这堂课是探索 是体验 若你试着说出来 写下来 拍下来 画出来 它的意义就存在了 课程分为四个主题 孤独 自由 死亡 跟生命意义 每个主题当中 学员从心里面去探讨 进而从小组 大团体一起去讨论 有些从来没有在人前 吐入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跟经验 在这个小组分享中 自然而然地分享 有时候说着说着 说到心坎里 还不经散然泪下 是一种情绪的抒发 也是自己重新绘制 属于自己的一本生命故事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